为了让台东县民顺利的返乡记组 台东县政府公布了 清明节返乡以及返工各两班次的 普悠马号列车返乡专车的内容 而返乡专车将在3月30号的晚间7点开卖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避免没有订到票的民众 长时间的在电脑前等待其他民众退票 这一次将分成三坡订票的方式 三坡订票取票 让真正需要车票的民众可以顺利的订到票 清明廉价即将到来 对想要返乡记组的台东游子来说 又将开始一轮激烈的抢票大战 台东县政府清明节返乡专车 这一次总共开列四列的专车 4月4号有两班从树林开往台东 4月8号也有两班从台东开往树林 台东县府为让游子能顺利返乡 持续开办返乡及返工各两列次的普悠马列车 将在30号晚间7点网路开卖 让县民有更多的机会买到车票 为避免没订到票的民众 长时间在电脑前等待其他民众的退票 这次将分成三坡订票及取票 让真正需要车票的民众可以顺利订到票 县政府强调 以往有不少县民有重复订票的情形 请民众衡量需求 将票提供给其他民众购买 避免资源的浪费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票